荷蘭位於歐洲西邊的國家 看了它很多標籤的 風車、屈甘香、荷蘭銀行支票 Horland Bank Check 我們覺得荷蘭的橙色 在世界杯這麼多球隊之中 都算鮮明出眾 不如記住它 荷蘭橙 荷蘭算得上是足球強國 這次是它們第11次踢世界杯 由於歐洲球隊實力比較平均 它們間中會像上屆2018世界杯 缺席世界杯缺錯州 而它們最佳成精是去到亞軍 理論上它們每一屆都是爭標分子 不知今屆它們可否如願意上呢 雲迪克 聯物浦的後防大將 被以為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強的中堅 它的防守往往是教材級的示範 近兩年因為傷害的關係 水準稍有下降 但依然非常強勁 是荷蘭隊的隊長 亦都是防線上的定海神針 法蘭基力裝 歐洲備受關注的大師級中場 亦因為轉會的風波 今屆在巴塞上陣時間比較少 但這樣可能有利它流力踢國家隊的比賽 大家都預期它踢國家隊 在世界盃可以展現它的身價 掌控節奏和進攻重任都包在它身上 荷蘭的優質球員比較多 陣容是比較難預計的 例如守門員 就有斯利神 筆跡路 甚至是老將帕斯維亞 都可以加入競爭 後防線上有剛才提過的主力 雲迪克 它的中堅拍檔有萬成的尼頓艾基 還有今季加盟拜仁 摩尼克的迪列治 這條防線可謂相當豪華 左翼陣可以用的球員也很多 例如左翼衛可以用上亞迪士的布蘭特 而由翼衛的位置可以用上國際盲人的鄧廢斯 他在歐洲國家盃都有非常亮麗的表現 荷蘭的右路進攻防守都很靠他的 中場位置有備受期待的富蘭基迪莊 還有今季加盟拜仁的身星嘉雲貝治 他被以為是新普巴 以前線的入球中任就會交在另一位隊長 效力巴塞龍牙的前鋒迪比身上 他近年在西甲都踢得不錯 而雲高爾是荷蘭的著名教頭 在這套前中後都有好球員的陣容之下 他對著西加列強都有一拼之力 荷蘭隊的籤運可以說是十分之好 身處A組同組主辦角卡塔爾 還有非洲球隊塞內加爾 以及南美洲的阿瓜多爾 對賽順序是這樣的 第一場先對塞內加爾 然後是對阿瓜多爾 最後是對主辦角卡塔爾 駕駛的牌面來說 他可以說是超班 三場對賽三戰全勝 正常發揮的話不是很困難 荷蘭背負的期望不會低 身處好像簡單出線的一組 16強出線是基本 而樂觀一點的話 荷蘭球迷當然會希望他們可以 首次奪得世界盃 而就算保守估計 16強如果不是遇到太強對手的話 8強都是基本預算的 樂觀預計他可以坐8望4 好了講了這麼多 大家對今天的荷蘭隊評價是否正面呢 A 非常正面 整個荷蘭隊的陣容 全部都是歐洲球隊的主力 有什麼理由不看好 B 一般般 跟以前古烈治、柏金、戴維斯、范迪寶亞 這些時代比 現在的球星差一點 C 非常不正面 整班球員是不錯的 但就是不錯 全部都沒有去到升級球員的地步 相對以前來說 非常負面 D 你還有其他看法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荷蘭隊是很得人喜歡的 喜歡很久 因為他們是踢進攻足球 十上十落全能足球的代表者 再加上他們的橙色球衣 夠鮮明出眾 期望他們帶到多些驚喜給我們 而我們會收集更多的荷蘭資料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空回來這段影片 看看我們的更新 我是負責資料收集的MJ